土耳其西北部一个大型的豪华别墅计划 因为工程停滞 让数百所豪宅沦为了空屋 而这些空屋密密麻麻 犹如一座鬼城 原来这些豪宅盖到一半时 土耳其经历了政局动荡 汇率贬值 许多的订户违约撤资 承包商没钱继续工程 最后则是被裁定破产 而最近承包商在提出上诉之后 法庭暂缓破产令 得以继续动工 来到这里你可以找到一座又一座的 满满迪斯尼风格的城堡建筑 然而这数百栋空置的房屋 也堪称是土耳其经济发展状况的经典写照 2014年在距离伊斯坦布尔 200公里的村落木杜尔努 承包商决定在这盖起豪华的度假村 里头除了有732栋度假小屋 还规划了购物中心 土耳其浴 电影院 健身房等各式各样娱乐元素 以此吸引海湾国家的有钱人或投资客 一栋房子则要价40万英镑 大约240万令吉 然而就在这些城堡盖到一半时 土耳其发生了政局动荡 去年还遭遇了里拉危机 汇率重贬接近30% 再加上近年来油价走低 阿拉伯投资者直接违约撤资 因此资金化为泡沫 不得不被迫暂停工程 承包集团在去年就因为 2000万英镑的负债宣告破产 也让城堡村成为一处 没人居住的鬼城 不管怎样近期 在承包集团提出上诉之后 法庭散缓破产令 建筑商得以继续新建工程 虽然没有迹象显示 土耳其的经济在短期内会复苏 但是承包集团负责人表示 他们只要再卖100栋房子 就有办法还清贷款了 用信心可以在4到5个月内 度过这个危机 并在今年举办局部落成典礼 NTV7综合报道